这个男人正在做白日梦 梦中自己的合作搭档丹尼尔满脸鲜血持枪指着自己 整个皇室山谷也变得一片荒芜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丹尼尔确实遭遇了危机 他被老达顿手下的牛仔抓走 掉在树上险些断气 最终索性捡回条命 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丹尼尔仍然没有放弃 他坚持要留在皇室完成与酋长托马斯的合作计划 老达顿在酒馆偶遇了丹尼尔 出言嘲讽 但丹尼尔不为所动 反逢老达顿是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失败父亲 这次到了老达顿的痛处 他起身向丹尼尔放话 丹尼尔的合作伙伴 岁岩部落酋长托马斯正在保留地召开理事会 根据他的商业计划 丹尼尔的开发地将并入保留地避开国家监管 之后他将在此建设赌场 与之乡配套的还有酒店、餐厅 商业计划一旦落地实施 整个山谷的地价都会翻倍 等农场主们无力承担地产税后 托马斯会收购整个山 全部并入保留地 到那时 这里将被打造成一个商业帝国 老达顿已经知道了两人的阴谋 安排女儿贝斯帮他解决这个麻烦 贝斯的方案简单粗暴 既然托马斯的最终目的是收购整个山 那就先下手为强 提前将山谷内的大量土地收入囊中 但方案的代价很大 投资多且耗时长 第一步需要金主拿出一亿美刀成立基金收购土地 然后申请保护第一权 从而减少三分之二的不动产税 第二步是找农业部申请环保修耕计划 这是美国政府为改善生态环境 出资换取农民不耕种土地的保护计划 每英亩土地能拿到400美刀的补贴 金主可以再用补贴来继续购买土地 这样每年不用一分钱就能购买5万英亩土地 两年后即可盈利 土地补贴净收入每年能达到4000万美刀 购入的土地越多 收入的数额就会越大 整个计划的前提是需要拿出一亿美刀的现金 而且要做好两年内没有收入 还要支出运营成本的准备 贝斯经商多年有不少人卖 在当地拥有这样财力的只有他的上司鲍博 精灵的鲍博没有被眼前的暴力冲昏头脑 他询问贝斯有何所图 明眼人说亮话 贝斯坦诚自己的目的是要给达顿农场的周边 挖一条护城河 给鲍博赚钱的同时保护自家的农场 贝斯的答案让鲍博非常满意 随后他做出了安排 美国西部牛仔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 牛仔们白天骑马放牧 有时要寻找走势的牛群 技术好的骑手还要负责驯马 新手牛仔则要干一些脏活 负责给公牛取经 在这之前还要给牛掏粪 休息时 牛仔们一起用餐发牢骚 老牛仔嘲讽新人的笨重 并传授自己的牛仔经验 有时会因此受到年轻人的挑衅 但作为主管的雷浦 不允许黄石农场有打斗的情况 相比白天的枯燥 牛仔们夜晚的生活更为丰富 人们聚在宫棚里打牌喝酒聊天 有一种更刺激的玩法叫牛仔扑克 在牛栏中摆一张桌子 牛仔们围绕而坐 人们喝酒壮胆 随后将一只发情的公牛放入栏中 公牛会冲向桌子 最后留在桌上的人就是赢家 菜鸟吉米第一个逃离场地 桌上唯一的女性艾弗莉 竟然成了最后的赢家 成为了牛仔中最有种的人 雷浦看到牛栏中一团糟 将这些寻刺激的牛仔赶去了镇上的酒馆 当他听到自己招募来的艾弗莉得胜时 心中也涌现出一丝小得意 吉米和艾弗莉在酒馆闲聊 两人有着共同点很聊的来 此时有一名牛仔前来搭讪 被吉米赶走 两人热情地互相问候 随后上升到了肢体冲突 吃了瘪的黄石牛仔鼻青脸肿地回到了宫棚 人们兴致全无坐在桌旁冷敷 凯西回到宫棚 看到鼻青脸肿的众人 了解事情原委后敲响了雷普的门 黄石农场内不允许牛仔相互打斗 但外人殴打达顿农场的人就是另外一马蛇 雷普和凯西带着所有牛仔 拉着公牛上门讨说法 两人打开大门 将公牛放进酒馆 发狂的公牛四处乱撞 客人们四处逃窜 黄石牛仔们手持棒球棍守在后门 吉米负责任人 任出一个揍一个 但新来的牛仔沃克站在一旁袖手旁观 他早已布满黄石农场的规矩 只想本分地做一名牛仔 对于沃克 雷普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但介于此时还有正事要做 雷普决定先放过他 牛仔们走进酒馆 将公牛驱赶进卡车 雷普给老板放话 下次再有人搞黄石的人 希望他能妥善处理 没想到凯西更狠 他警告老板 不愧是老达顿的亲儿子 很辣的凯西让雷普都有些惊恶 老达顿正在将农场的管理事物 逐渐过度给凯西 招募牛仔安排工作也交给了他负责 看着农场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让老达顿很欣慰 然而他的身体却在此时出现了问题 在巡视农场时 他突然倒地口吐鲜血 人们立刻将他抬进医疗车 老达顿声称自己患有大肠癌 但受医通过设备确认 病因并不是大肠癌 而是十二指肠溃疡破裂 急需开刀灼伤止血 由于没有麻醉剂 老达顿腾晕了过去 简单处理止血后 农场的直升机将老达顿送往了医院 经此一劫 人们知道了老达顿得的只是溃疡而不是癌症 这让老达顿和凯西都暗自庆幸 这意味着老达顿仍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对手 还能继续守护这片土地 看亿万富翁是如何买房子的 这是一座占地上千亩的农场 他的主人并没有出售的打算 贝斯通过地产中介了解到这块地后 直接带着上司鲍伯登门拜访 开口向农场主表明来意 要出钱买这座农场 他并没有出售医院 但贝斯坚持要他出个价钱 身后的上司鲍伯也打开了支票 农场主想借此劝退贝斯 随口开出900万美刀的高价 这远高于市场价格 但两位来客没跟他开玩笑 直接签下巨额支票 这两位已经开启了疯狂购买模式 目标是这座山谷内的在售土地 两人各有目的 鲍伯为了圈地赚钱 贝斯是为了保护自家农场 此时达顿农场内正在见为蓝的牛仔们出现了矛盾 刚来不久的沃克对眼下的工作非常不满 他来农场是骑在马背上放牧的 而不是做这些脏活类伍 雷普对自由散漫的沃克早已不满 两人因此产生冲突并大打出手 老牛仔掏出枪抵在沃克身后阻止了争斗 沃克一气之下回到宫棚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农场 另一边 凯西带着父亲老达顿从医院返回农场 老达顿听说了之前凯西为牛仔们出头的事情 他告诫凯西 如果牛仔们受到了欺辱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作为农场接班人 要与牛仔保持距离 太过于贴近他们 反而会起到副作用 他准备让凯西搬出公棚 这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 两人在回农场的途中 看到了沃克背着行李向外走 询问起原因 沃克抱怨凯西和雷普都在管事 自己很矛盾不知该听谁的 此时老达顿开口表态 老达顿作为农场主 给沃克吃下了定心丸 回到农场后 老达顿将长子李生前使用的徽章交给了凯西 这是全权管理农场事务的象征 一直由雷普代管这里的事务 现在是时候移交权利了 此时的雷普正打算教训沃克 凯西及时赶到阻止 并告诉雷普老达顿要找他谈话 对于雷普 老达顿心怀欠久 整个达顿农场内 雷普是对他最忠心的人 但自己却没有办法给予他什么 如今凯西准备接班农场 还需要他做出让步 雷普明白老达顿的意思 他搬出独立小屋给凯西腾空位置 随后住进了牛仔公棚 雷普到来后 喧闹的公棚立刻安静下来 但他很快就让公棚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欢乐 但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 以后的公棚生活会比他在监狱的日子更难熬 两个男人将通过拳头再次树立权威 这是皇室农场的规矩 新接班人凯西与之前的牛仔主管雷普在围栏内搏斗 凯西想要上位就必须要与雷普有个了断 雷普在老达顿身边做了多年打手 身强力壮 凯西是特种部队出身 作战能力出色 两人斗得精疲力竭难分胜负 最终雷普被凯西一拳击到 看得出来 忠心的雷普为让凯西上位 主动输掉了对决 帮凯西在农场建立了权威 老达顿很感谢雷普对农场的付出 他希望雷普能继续辅佐凯西经营农场 但雷普并不看好凯西 他询问老达顿看中了凯西的哪一点 在达顿家族的餐桌上 贝斯再次和老达顿产生了争吵 看着鼻青脸肿的凯西 以及带着伤痕孤独坐在草地上的雷普 贝斯明白雷普再度为农场做出了牺牲 为凯西接班农场树立了权威 看着对农场忠心耿耿的雷普 像工具一样被老达顿来回首 这让贝斯怒火中烧 冷酷无情的父亲影响着农场里的每一个人 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为农场做出牺牲 如今凯西接班 又将会成为这样冷血的人 而这正是她的妻子莫妮卡与她分开的原因 贝斯劝告凯西远离老达顿 不要再受到她的影响 另一边 莫妮卡为弥补家用找了份兼职 上午在保留地教高中学生 下午和晚上在大学教授美国历史 第一天大学授课 就遭到了学生的调笑 莫妮卡不卑不亢出言反击 随后莫妮卡讲起了美国原住民的遭遇 控诉主流文化对真实历史的掩饰 莫妮卡的讲述赢得学生们的尊重 还得到了调笑者的道歉 同时 校长很满意莫妮卡的课堂表现 她正式成为了大学讲师 可以享受教师住房和医疗报销 由于之前头部受伤 莫妮卡正需要理疗康复 这些优厚的条件 让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不久后 凯西带着老达顿到理疗所做踩水康复训练 固执的老达顿不听护工的指导 四处乱游 意外撞到同样在做康复训练的莫妮卡 此时在一旁游玩的泰特也看到了父亲凯西 一家人就这样奇妙地在此相遇 生活不如意的富二代选择了继承家产 在外面混得一塌糊涂的凯西 回到了老达顿的身边 老达顿为培养儿子接班煞费苦心 他安排雷普协助凯西管理农场方面事务 可成为一名合格的达顿家族接班人 掌握农场事务还远远不够 想要更好的保护这片土地 权力才是硬道理 蒙大拿州的经济收入以畜牧业为主 老达顿在畜牧协会身居高位 这正是他能够在蒙大拿州呼风唤雨的关键 他计划帮凯西坐上自己的位子 但迎娶明星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凯西要先从一名基层探员做起 多熬几年时间 成为公职人员 背景调查是必经之路 凯西过往的经历可谓是劣迹斑斑 但在犯罪信息中心的回信中 凯西却是个三好市民 凯西错愕地看着老达顿 一切静在不言中 想成为探员之前要经过警校培训 而想进警校需要通过测谎和心理评估 凯西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 而且她是个不会说谎的人 但这对于老达顿来说都不是难事 只要凯西点点头 老达顿就能省略过这些程序 老达顿言传身教 向儿子展示了权力的魅力 但年轻的凯西还不懂这些 她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 莫妮卡带着儿子搬进了教室公寓 这里干净宽敞 比保留地的蜗具之所更像个家 但此时的凯西却像个局外人 短暂的离别让两人的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 莫妮卡的本意是让凯西远离老达顿 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像她的父亲一样冷血无情 然而凯西却主动回归家族做事 莫妮卡抱怨凯西的路越走越歪 凯西对此非常疑惑 莫妮卡借助老达顿的脸面做了大学讲师 却不希望丈夫凯西为老达顿做事 凯西难以理解妻子的想法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与凯西一样陷入迷茫的还有丹尼尔 她与酋长托马斯的交易合作登上了新闻头条 两人将在开发区内建造赌场 这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 作为赌场业竞争对手的贝克兄弟坐不住了 主动登门待访 两人言明丹尼尔与托马斯合作的厉害关系 想让丹尼尔放弃合作 但丹尼尔却对二人的警告嗤之以鼻 人不可冒相 两人很快给丹尼尔上了一课 贝克兄弟中的大哥是蒙大拿州酒类管理局局长 而丹尼尔前不久刚申请了授酒许可证 贝克兄弟声称 今后丹尼尔所有的授酒申请都会被拒 除非他带着土地投靠自己 强龙不压地投舌 丹尼尔刚逃过杀身之祸就又得罪了其他势力 蒙大拿州的水太深了 丹尼尔有些把握不住 这个老头为了对付儿子已经不择手段 为阻止杰米竞选司法部长 老达顿断绝了他的家族关系 并停止了对他的资助 这些还不够 老达顿给杰米找了位竞争对手 在遇到老达顿之前 卡倩迪只是个小人物 有了他的支持 卡倩迪立刻成了热门人选 老达顿言传身教 给杰米上了一堂政治速成课 州长知道后告诫杰米 竞选与掌权是两码事 掌权者可以信奉手段正义 做人正直 而竞选者讲究的是零和博弈 胜者为王 失去金主的杰米受到州长的引荐 有位大人物愿意资助他上位 杰米兴奋地走进办公室 但莱克让他顿感失望 这位金主正是老达顿的死敌 岁岩部落的酋长托马斯 杰米之前的资源 已经被老达顿夺走投在卡倩迪的身上 他目前急需新的资助和平台 托马斯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作为利益交换 杰米上任后要重视保留敌问题 这也意味着杰米将与达顿家族一刀两断 成为死敌 这让他有些犹豫 请求给自己一天思考时间 但时间不等人 在杰米思考的间隙中 老达顿与州长约在酒馆见面寒暄 两人的矛盾点在于 都想让司法部长受自己派遣 杰米本是满足这个条件的最佳人选 但经过之前的几件事 老达顿认为杰米当选后会脱离控制 听令于名义 于是老达顿希望州长接纳卡倩迪成为司法部长 为此他主动聊起往事外加情感攻势 成功缓和了与州长的关系 另一边 被赶出家门的杰米正住在女友家 这既是女友 也是她的竞选助理 杰米很难接受家族的死敌成为自己的资助人 她不愿与家族彻底决裂 但目前的现实是资金欠缺 资助人不足 女友劝说杰米把握住这个机会 但杰米仍然犹豫不决 决定出门散心 杰米找到贝斯 请求这个将自己扫地出门的家人给些建议 贝斯的话一语重地 戳中了杰米的弱点 杰米作为律师确实很专业 但他软弱的性格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名政客 总而言之 贝斯希望他退出竞选 杰米回到家中 躺在沙发上想了整整一晚 他告诉女友 自己打算放弃 不只是放弃托马斯的资助 而是放弃这个黑暗的竞选 失望的女友看着眼前丧失了斗志的杰米 将他赶出了家门 灰头秃脸的杰米回到了达顿家族的餐桌上 贝斯亲手给他递上了早餐 餐桌上的人越来越多 老达顿非常欣慰 他走出门外 看到了正在工作的雷浦 他突然想到了死去的长子 不禁有些哽咽 这家农场上的牛群全部离奇死亡 草场里密密麻麻布满了牛的尸体 凯西和雷浦看着眼前黑压压的场景惊待了 牛是慕名的命 农场这次遭遇了真正的危机 此时农场的主人老达顿正坐在州长的办公室里 经过两人的商议以及杰米退出竞选 卡倩迪顺理成章的当选司法部长 将于周五宣誓就职 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打来 农场的坏消息传到了老达顿的身边 两人很快赶到农场 老牛仔已经找到了害死牛群的罪魁祸首 正是洒落在农场里的墓血 牛群进食了大量的墓血仙草 使他们的腹部产生胀气直至死亡 老达顿明白这是有人故意而为 一定有人在昨晚从空中投放了墓血 老达顿目前最大的仇敌是丹尼尔 他理所应当地认为是丹尼尔筹划了这次行动来报复自己 但要指控他必须找到证据 此时丹尼尔正在参加奠击仪式 如今的他已经陷入绝境 前有老达顿的围剿 后有贝克兄弟的追兵 只能任由酋长托马斯吞并开发地 唯一的好处是以后的生意可以越过蒙大麻州的监督 开发地所有权落入碎盐部落手中 丹尼尔只能祈求托马斯信守承诺 能让他从中分一杯羹 否则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农场这边 治安官唐尼接警后赶到了现场 他与老达顿积怨已久 不想帮老达顿处理此事 而且牛群的死不在他的管辖范围 应该由老达顿的畜牧协会处理 但老达顿缺人手 他要求唐尼加派几个人手或者授权给凯西查案 凯西因此拿到了持枪许可 参与了案件侦查 此时黄石农场来了未不速之客 贝克兄弟在电视上看到了电击一事 明白他们的威胁没有对丹尼尔起到作用 决定找盟友合作 托马斯的赌场会影响贝克兄弟的生意 保留地的扩张会对老达顿的农场造成威胁 而两人手中的权力都无法干预到保留地内 他们有着共同的麻烦和敌人 而且没有利益冲突 如果谈成合作可以说是天作之和 然而老达顿却拒绝了 他要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 年迈的农场主亲眼看着自家的草场化为灰烬 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无奈之举 有人在他的草场空投了大量墓许仙草 害死了三百多只牛 春天要到了 如果木旭在此生根会污染草场 老达顿决定焚烧这里 消除木旭子 为防止森林起火 他还安排了水罐车和消防局 另一边 凯西带人查了当地所有机场 一无所获 但投放木旭的飞机不可能凭空出现 老达顿安排凯西继续调查周边城市的机场 临走前他告诫儿子 如果有发现不要起冲突 及时通知治安官增援 怕什么来什么 再去检查机场的路上 凯西身边的探员收到了警情 这片农场上出现了死牛 两人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发现这只牛死于野狼袭击 按照程序 探员通知治安官来此立案 之后序木协会将下发补偿 然而治安官故意刁难他们 声称目前没有多余的人手 两人等了大半天 调度中心迟迟没有派人来 探员只好自行调查 来到隔壁的农场查看另一只死牛 这家农场的主人杰瑞是当地知名的无赖 而凯西注意到牛的伤口有些奇怪 他转头自顾自地来到谷仓内 果然在此发现了沾有肉屑的割草机 随后探员以骗取赔偿金的罪名 逮捕了杰瑞 此时不知情的杰瑞儿子端着枪冲了出来 凯西牺牲安慰 一旁的探员持枪警告 对峙中 情绪激动的探员开枪射杀了这个年轻人 面对儿子的尸体 杰瑞悔不当初 老达顿得知了消息 立刻赶到现场 知道不是凯西开的枪后 他松了口气 探员与死者持枪对峙 虽然属于正当防卫和情合理 但死了人毕竟不好交代 老达顿质问探员为何不请求治安官增援 探员解释他们已经请求了多次 但都遭到了拒绝 老达顿明白治安官唐尼是在给自己使绊子 有矛盾的时候谎称自己缺人不解决问题 现在出了人命 才带了一大批探员赶到 还骂骂咧咧的责怪畜牧协会 老达顿看着眼前满嘴喷沸的治安官怒火中烧 一拳堵上了他的臭嘴 治安官对自己的独职行为自知理亏 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发生在农场的悲剧很快登上了当地的新闻报道 执法失误引发了舆论一片哗然 看到新闻的贝克兄弟找到了可乘之机 这是美国西部的一对青梅竹马 男孩雷普是农场主老达顿收留的苦命人 女孩贝斯是老达顿的女儿 两人在农场上相识相恋 在若吉若离中相互扶持长大 前段时间 雷普未给凯西让位 搬进了宫棚 贝斯对此耿耿于怀 质问父亲 老达顿解释目前的农场主管是凯西 只有主管才能住独立小屋 之后他隐晦地告诉贝斯 想让雷普搬出公棚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给他一个名分 而这件事贝斯就可以做到 雷普虽在农场出力多年 但终究不是老达顿的儿子 老达顿心里很清楚雷普为农场牺牲了很多 但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改变 在达顿家族的餐桌上 凯西和杰米正在讨论那架投放木许的飞机 经过多天的调查 他们一无所获 老达顿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让凯西直接上门去找丹尼尔 给农场的损失讨个说法 此时的丹尼尔听从了酋长的建议 从加州州警中请了一位保镖 并学会了用枪防身 面对找上加门的畜牧协会探员 丹尼尔掏枪对质 率不过三秒 凯西从他背后出现 夺下手枪后 一拳将丹尼尔制服 凯西将丹尼尔抓进屋内 质问他为何要害死黄石农场的 然而丹尼尔对此事一无所知 他对牛一窍不通 这件事并不是他所为 凯西有些懵 难不成他们怀疑错人了 而丹尼尔经受了达顿家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恐吓 他再也受不了了 此时丹尼尔请的保镖来到楼下 他谎称自己是维修工员 制服了探员后上楼 凯西反应迅速 翻身控制了保镖 丹尼尔趁机捡起枪顶在了凯西头上 这时解开手铐的探员也赶到了现场 持枪对准了丹尼尔 愤怒的凯西起身将丹尼尔顶在天台上 要听他讲实话 凯西看出丹尼尔没有说谎 带人离去 临走前 他警告丹尼尔身边的保镖 蒙大拿州的规矩与加州不一样 要他以后好自为之 回家后的凯西将调查结果告诉了父亲老达顿 老达顿暂时想不到还有谁会针对自己 只能先将此事放在一边 全力应对另一件事 年轻人手持猎枪与探员对峙 结局是得到了一颗子弹 处在正当防卫的前提下 探员史蒂夫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事出有因 但他作为畜牧协会的探员并没有查案的权限 这件事本应由治安探员处理 是治安官唐尼未给老达顿使绊子 故意不出警导致了这次执法失误 然而他却在报告中 特意忽略了对畜牧探员有利的细节 将锅甩给了畜牧协会 恶人先告状 老达顿对唐尼的卑劣行径嗤之以鼻 他联系卡倩迪帮忙 但卡倩迪还没有正式上任 只能等到上任后再处理 老达顿无奈只能闷声吃个哑巴亏 到了晚上 唐尼收到一份快递 打开后里面放着一瓶美酒 毕章问候卡还有一颗子弹 卡片上写着别忘了你是给谁卖命的 这句话再加上一颗子弹 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次日唐尼立刻召开记者发布会 承认治安局在调度上出现问题 耽误了出警时间 对执法事务负权责 将进行彻底的内部调查 同时向牵扯其中的畜牧探员 和畜牧协会道歉 达顿家族的人看到了这条新闻 贝斯非常好奇老达顿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唐尼这样一反常态 然而老达顿却说自己没有做任何事 看来唐尼是有把柄落在了其他人的手里 而这些人愿意出手帮老达顿一把 此来想去 但老达顿似乎不愿领情 无论如何算是解决了一件麻烦事 但又一件大麻烦随之而来 最近杰米的表现很奇怪 经常心不在焉 总是被手机讯息所左右 之前杰米为了竞选 不惜对付父亲老达顿 向纽约杂志的政治记者阿软 透露了大量达顿家族黑料 现在阿软打来电话 想要采访老达顿 给他个回应的机会 顺便搞个大新闻 但今时不同往日 杰米已经放弃竞选回归家族 这些黑料一旦曝光 整个家族都要完蛋 因此杰米想收回之前的话 他威胁阿软不得引用他的任何言辞 否则就诉诸法律 但阿软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选择和杰米硬碰硬 被逼上绝路的杰米没了办法 找到贝斯坦白 请他给些建议 贝斯听后又惊又怕 揪住杰米的头发 强行把他拖进老达顿屋内 老达顿从没见过贝斯这样的神情 他意识到杰米一定惹下了大火 老头用酒瓶两下放到门口的保镖 之后闯进办公室 拎起一把椅子甩向丹尼尔 无辜的丹尼尔一脸懵 刚被儿子揍完老子又上了门 而老达顿并不是来教训丹尼尔的 而是来谈合作的 来此之前 他在路上偶遇了等候多时的治安官唐尼 唐尼在贝克兄弟的赌场欠了债 因此受到了他们的摆布 之前主动担责正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威胁之士 唐尼特意来此 是想提醒这位曾经的老朋友 贝克兄弟做事不择手段 无论是做盟友还是做敌人 都不能和他们有任何交集 老达顿从没想过要与贝克兄弟联手 但唐尼的提醒反而让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农场上的墓序很可能出自贝克兄弟之手 意图嫁祸丹尼尔和托马斯 挑起争斗从中得力 随后老达顿闯进了丹尼尔的办公室 两人都已领教过贝克兄弟的手段 在他们做出更肮脏的事情之前 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但丹尼尔已经被托马斯踢出开发地项目 没法做主 只能帮忙安排会面 此时托马斯的赌场酒店内 贝克兄弟正在强买强卖 他们自知无法阻止托马斯建设新赌场 于是转变思路 要求新建赌场的老虎机 只从他们的公司里租赁 而作为回报 他们会帮托马斯扫清建设赌场的阻碍 如果托马斯拒绝 那就是自找麻烦 托马斯微微一笑 告诉贝克兄弟 自己名下的赌场靠核关赚钱 赌场里最好的核关虽然只有酒跟手指 但比十台老虎机赚的还多 托马斯的言外之意是在告诫贝克兄弟 自己不需要任何合作 贝克兄弟眼看自己的手段 没对任何人起到作用 终于急眼了 不久后 托马斯赌场里的酒指核关离奇死亡 并被人堕下了右手 丹尼尔的售酒许可证被正式吊销 贝克老弟特意上门通知 并带人收走了他所有的商品酒 与此同时 贝克兄弟的老大马尔科姆来到贝斯的办公室 他听说贝斯的公司收购了山谷内的大量土地 土地多为滞留上游 如今山谷内的地产税已经翻倍 无力承担的达顿农场一直在找新的收入来源 马尔科姆明白贝斯是想在此处建造水电站牟利 将达顿农场变成达顿电力公司 山谷内的一切开发建设都要用点 水电站将会给达顿家族带来大量的利润 马尔科姆想从中分一杯羹 用公布贝斯的黑料做威胁 但贝斯不是普通女人 她自小就是个不良少女 压根不吃这一套 她走到马尔科姆面前 讥讽她找错人了 建达顿家族软硬不吃 马尔科姆耍起了阴招 两个蒙面歹徒闯入女人的办公室 趁着助理上前阻拦的时间 贝斯趁机给雷普发送了求救短信 助理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被一拳掀翻 贝斯抓起手边的材质刀反击两人 但毕竟力量悬殊 被歹徒摁在地上暴走 雷普看到了求救短信 驾车急迟而来 在车上她迟迟打不通贝斯的电话 这让她心里万分焦急 办公室里 贝斯和助理被绑在了椅子上 歹徒将助理一枪抱头 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恐吓贝斯 迫使她与贝克兄弟合作 但他们没想到贝斯的态度如此强硬 无论如何殴打和威胁 都无法对她造成影响 贝斯满脸血污 嘴里仍旧对歹徒不依不饶 此时雷普感到 她拎起走廊的座椅砸碎玻璃 冲进了办公室 她迎着歹徒的枪口 一把夺下手枪 开枪击毙了另一名受伤的歹徒 随后将眼前的歹徒摔向地面 狠狠地发泄自己的怒火 等这里一切安全后 雷普才感受到腹部枪伤带来的疼痛 她打电话通知了老达顿并叫来医生 然后抱住贝斯牺牲安慰 赶来的医生将雷普和贝斯带往医院 办公室里只留下老达顿和凯西 以及几具尸体 贝斯被打得险些毁容 准女婿雷普差点没命 而老达顿作为一家之主 却出奇地冷静 这或许就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既然贝克兄弟主动引起了战火 老达顿决定奋起反击 与家族的糟糕境遇相反 凯西这几天过得很顺 经过几个月的分居生活 莫妮卡发现自己离不开丈夫凯西 于是决定带着儿子泰特一起住进农场 听到这个消息 凯西和老达顿都非常高兴 老达顿特意腾出主屋 搬进了旁边的小木屋 这是长子里曾经的住处 独屋私人 老达顿感慨不已 老婆孩子热炕头 凯西工作越来越起劲了 她自告奋勇 处理家族眼前的危机 次日清晨 马尔科姆收到了达顿家族的礼物 两名歹徒的尸体挂在她的豪宅门前 纸条上写着物归原主 皇室农场内 凯西和父亲老达顿望着这片山谷 天上乌云密布 雷声震震 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是一位犯了罪的律师 他刚刚掐死了一名记者 两人本约好在山谷见面 老达顿希望杰米用法律说服记者阿软 让他放弃发表有关达顿家族的黑料 但阿软执意要发表文章 被怒火冲昏头脑的杰米趁其不备 出手杀害了他 杰米浑浑噩噩地走回农场 找雷普帮忙 雷普看到尸体后 想要通知老达顿 但杰米不想让老达顿知道此事 他告诉雷普 如果告诉父亲 这案件又多了一位从犯 杰米和雷普共事多年 这些年来一直平等相待 冲这一份交情 雷普答应帮忙 随后雷普叫来了牛仔沃克 让他去开死者阿软的车 三人驾车到一条河边 杰米卸下阿软车上的皮划艇 将尸体拖入后 使其顺河流而下 之后雷普踩碎阿软的手机 扔进了河中 阿软的车中已经布满了沃克的指纹 沃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嫌疑人 这正是雷普的计划 让沃克背上命案抓住他的把柄 沃克想明白后对他破口大骂 而雷普答应让沃克离开农场 等晚上会亲自带他去火车站 到了晚上 凯西主动换下雷普 送沃克上路 在路上 沃克意识到了危险 掏出刀防身 而凯西却改变了主意 放走了沃克 并希望他能保守住皇室农场的秘密 此时阿软的死讯登上了新闻播报 老达顿看到后立刻明白这是杰米所为 他指责杰米为了自保不择手段 让家族陷入了危险境地 这让杰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十多年前 杰米在老达顿的建议下学了法律 立志保护农场 而如今 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农场 杰米备受心中的罪恶感折磨 贝斯看不下去了 告诉他不如早日解脱 杰米不像达顿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坚强 贝斯的话深深刺痛了他 他拿走屋里的猎枪 漫无目的地走到一处山坡 将枪口顶在头上 打算解脱自己 老达顿及时看到屋内少了把枪 联想到杰米最近的状态 感觉大势不妙 急忙与雷浦一起上山巡远 老达顿劝告杰米改变选择 但杰米已经对自己失望透顶 对于杰米 老达顿恨铁不成钢 他很后悔当初过早送杰米出去读书 使他的性格中少了一份牛仔的坚强 但现在也不算晚 晚上 杰米搬进了宫棚 决定在此磨练自己的性格 从今以后 杰米将放下律师的身段 过上粗犷的牛仔生活 凌晨起床打杂 晚上和牛仔们一起聊天 学习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学会解脱自己 这个女人被人打得险些毁容 看着镜中的自己 她一时难以接受 无论她怎样涂抹 也遮不住她的伤疤 在达顿家族的早餐上 贝斯有意避开人们的目光 离开了餐桌 老达顿出门安慰 但贝斯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坚强 女儿受到了如此伤害 老达顿决心为她报仇 此时农场来了客人 酋长托马斯第一次踏进这片 他垂涎已久的土地 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丹尼尔 这是达顿家族曾经的仇敌 也是老达顿如今要合作的盟友 三人坐在农场上 暂时放下了以往的恩怨 贝克兄弟的肮脏手段引起了重怒 他们计划共同对付贝克兄弟 老达顿在外重拳出击 在内微微诺诺 而席莫尼卡看到了贝斯的一脸伤痕 有些担心丈夫和儿子的安危 他向凯西提出 想要离开农场搬进城里 凯西愿意听从妻子的建议 表示只要能在一起 住在哪里都可以 而老达顿不愿看到家人再次分离 他恳求莫尼卡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证实农场是安全的 老达顿开始着手调查 他查到马尔科姆的名下有三架飞机 就停在农场东北方向的四人机场 据此老达顿可以断定 是马尔科姆投放了墓序 害死了农场的牛群 得到消息后的凯西有了想法 他计划约贝克兄弟 到农场西南方的小镇见面 到时候他们必定会驾机飞过农场上空 届时就是动手的最佳机会 此外凯西还需要帮手 他建议拉上丹尼尔的保镖入伍 此人是特种兵出身 同样具备丰富的作战经历 另一边的贝克兄弟知道了三人结盟 也展开了行动 他们派人杀死了托马斯新建赌场工地的保安 治安官唐尼和保留地警察同时赶到 争夺现场的管辖权 老达顿得知消息后也带人赶到 工地出现命案 新建赌场需要停止施工配合调查 反对开发山谷的老达顿正是受益人 唐尼因此认定是老达顿所为 而老达顿和托马斯心里很清楚 这样残忍的行径绝对是贝克兄弟所为 他们想借此阻拦新赌场的建成 看到贝克兄弟的手段越发残忍 老达顿觉得是时候解决他们 他打电话给马尔科姆 约定在农场西南方的小镇见面 而马尔科姆也在准备向老达顿下手 他的桌上摆满了达顿家人的照片 老达顿的孙子泰特将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 女人在购物时遭到了歧视 店主人看到顾克是为印第安人 就无端怀疑莫尼卡偷了店里的东西 面对店主的无理取闹 莫尼卡想要离开 但被保安拦住 如果丈夫凯西知道了事情原委 可能会一把火将电烧了 莫尼卡思考再三 打电话给大姑子贝斯求主 店家恶人先告状 打电话报警 警察赶到后要求对莫尼卡进行搜身 否则就以刑切的罪名将她抓进警局 无奈的莫尼卡走进室一间 女警对她进行了搜身 店家自知理亏 偷偷地将一枚戒指扔在地板上踩在脚下 随后将空出的戒指和展示给警察 一无所获的女警看到后 要求莫尼卡脱下所有义务接受检查 备受屈辱的莫尼卡只能照做 此时贝斯赶到了店内 她静止走向室一间看到了这一幕 她立刻用手机拍下照片 作为警方非法搜查的证据 身为当地知名恶霸 贝斯非常清楚眼前的店家 以及两位警察的底细 警察知道贝斯是个不能招惹的硬查 选择溜之大吉 无处可去的店家就没这么幸运了 贝斯反锁了店门 换上了打烊的挂牌 她也打算好好逛一逛这家店 贝斯打碎展柜一件件查看商品 看到不合眼的就捡出来丢在地上 一边逛着店一边细数店家的黑历史 店主为自己的狗眼看人低付出了代价 面对贝斯的羞辱只能忍气吞声 莫尼卡有些看不下去了 制止了贝斯的报复行径 两人走到街道上 贝斯提议去喝一杯放松一下 莫尼卡从不喝酒想要拒绝 但贝斯想趁此机会和她聊一聊 两人来酒馆闲聊 客人们被满脸伤痕的贝斯吸引 纷纷看向他们 而贝斯从不介意他人的目光 依旧我心我素 他告诉莫尼卡 善良年轻漂亮是优点也是弱点 正是因此才会受到欺辱 这次得到贝斯的教训 店家才能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事 随后两人聊起了凯西 作为贝斯的弟弟 莫尼卡的丈夫以及达顿家族未来的继承人 贝斯不希望凯西成为父亲老达顿那样过于冷酷的人 老达顿的善良跟随妻子的去世而消逝 贝斯恳求莫尼卡不要离开凯西 希望她能用自己的善良阻止凯西不如父亲的后尘 另一边 杰米在咖啡馆与女友见面 女友看到了阿软意外身亡的报道 作为杰米曾经的助理她明白事情的真相 她害怕自己会遭遇相同的命运 但杰米再三保证 那只是个意外 女友告诉杰米 杰米九个月的时间考虑是愿意待在农场 做老达顿的爪牙 还是离开农场 做一名称职的父亲 面对选择 杰米左右为难 有一帮仗义的朋友是什么体验 杰米欠了两名毒贩的债 毒贩为了逼债殴打了她的外公 杰米自知理亏 不敢发作 身无常计的她只能想尽办法赚钱还债 在老牛仔和一众牛仔朋友的帮助下 杰米尝试了赛马 但她明显不适合这个项目 没能赚到一分钱 老牛仔知道杰米缺钱后 推荐她去参加骑马大赛 这项比赛是比拼谁在封马的背上待的时间长 超过八秒就有可能获胜 老牛仔认为杰米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愿意自掏腰包帮杰米出报名费 雷普知道后也鼓励她 并提醒老牛仔当心不要让杰米受伤 杰米在简单尝试后进入了马篮 在正式比赛中 马背没有马鞍只有所据 全靠棋手凭借技术将自己控制在马背上 老牛仔让杰米先在农场上练习 考验她的能力 第一次骑上封马背 吉米待的时间就超过了八秒 她的成绩让现场的牛仔们大吃一惊 在老牛仔的赞许下吉米也有了参赛的信心 老牛仔带着吉米参加了马会 看着竞技场上的骑手被封马垫下马背 然后被担架抬走 这让吉米有些范畜 但箭在弦上 不得不乏 吉米一咬牙骑上马 冲出了围栏 马背上的吉米被垫得头晕眼花 但她坚持不松手 直到八秒后喇叭声响起 工作人员才将她拉下马背 吉米就这样赢得了比赛 拿到奖金和腰带扣 看到吉米取得这样的成绩 老牛仔感到十分欣慰 吉米回到公棚 向牛仔们炫耀自己的奖牌 此时她发现公棚里少了些人 艾弗莉和沃克都已辞职离开 牛仔之间不禁弥漫着一丝伤感 次日 吉米拿着奖金找毒贩还债 毒贩拿到钱后不依不饶 还敲诈走了她的腰带扣 无债一身轻 吉米摆脱了负担回到了农场工作 经历这一切后 吉米成长为一名有担当的牛仔 但她的外公没能看到外孙的改变 毒贩的殴打导致她在不久后脑出血离世 警方将这一噩耗传给了吉米 外公是她唯一的亲人 这让吉米万分悲痛 他发疯式地用棒球棍击打大树 随后冲进攻棚 拿着猎枪准备找毒贩报仇 正风一众牛仔回到农场 雷普及时夺下吉米手中的枪 按吉米的做法 恐怕要蹲一辈子了 带有烙印的吉米已经是黄石的人 雷普要教她用这里的方式解决问题 为避免节外生枝 凯西和雷普决定当晚解决此事 到了晚上 带有烙印的牛仔们展开行动来到毒贩的屋外 牛仔莱恩也想成为黄石的一员 主动请因加入了行动 屋内的毒贩们正在睡梦中 雷普决定置取 几人在拖车房底部钻洞 然后通过橡皮管向屋中冲入液化器 随后一场大爆炸彻底解决了仇怨 临走前吉米还拿回了自己的腰带口 在凯西和雷普出门办公的这段时间里 农场里出了乱子 老达顿掉以轻心 在吃夜宵时让孙子泰特独自出门喂养他自己的小马 贝克兄弟的人趁此机会绑架了泰特 整个农场的人寻了一整晚 只找到了车痕和泰特丢失的血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丹尼尔 丹尼尔正独自坐在豪宅中 身处贝克兄弟的人生威胁下 他彻夜未眠 一旁的对讲机中传来声音 在屋外看护的保镖让他休息一会儿 但丹尼尔拒绝了 事实证明 丹尼尔的选择是正确的 保镖在车中被人一枪爆头 随后几名歹徒从树林中走出 踏进了豪宅 丹尼尔在起身拿酒时 注意到门外的危机正在靠近 他拿出手枪防身 闪身躲在壁橱内 歹徒进屋后东张西望 被身处暗中的丹尼尔开枪解决 随后丹尼尔走出壁橱 交换了手枪 此时又一名歹徒进屋 丹尼尔及时反击 索性只受了轻伤 他捂住伤口走出屋外 正准备感叹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时 第三名歹徒出现 这位歹徒吸取了前两位的教训 直接开枪击倒了丹尼尔 身负重伤的丹尼尔倒在地上 老达顿得到了丹尼尔的死讯 不得不感叹贝克兄弟的狠拉手段 几天前 丹尼尔还到过农场 恳求老达顿买断他名下的地产 好让他全身而退 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老达顿没那么多钱 也不愿丹尼尔的地产卖给他人徒增麻烦 两人因此聊得很不愉快 不欢而散 没想到短短几天 两人就天人永隔 老达顿的孙子泰特 昨晚也被贝克兄弟绑架 这让他十分担忧 这些年来老达顿已经失去了很多挚爱的亲人 绝不能再失去泰特 他决定立即行动 另一边 得到丹尼尔死讯的托马斯心里很清楚 贝克兄弟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 他派出贴身保镖 协助老达顿展开针对贝克兄弟的最后行动 贝克兄弟自遭到达顿家族的威胁后 就开始雇佣当地的警察做护卫 他们大都是治安官唐尼的兄弟 只要唐尼一句话 就会退出 而唐尼在目睹了丹尼尔的被杀现场后 明白如果自己不早日脱离贝克兄弟的魔爪 未来也将会是这样的下场 于是在这场达顿家族与贝克兄弟的对决中 唐尼选择站边老达顿 与他理应外合除掉贝克兄弟 同时他希望老达顿找个正当理由再动手 这样方便办事 老达顿正有此意 他通过卡倩迪弄来一张逮捕令交给了凯西 以涉嫌危害牛群的罪名抓捕贝克兄弟 凯西在行动前安慰妻子 保证会安全地带回被绑架的儿子 都说女人狠起来连自己都怕 一向厌恶暴力的莫妮卡也一改以往地善良 他要求丈夫务必杀光伤害到儿子的人 坐在马桶上挨了枪子 贝克老弟暗自悔恨自己不该蹲这么久 站在门口的凯西正持枪指着他 询问儿子泰特的下落 面对贝克老弟的顽固抵抗 凯西又朝他的腿开了一枪 猛男也怕疼 贝克老弟不敢再抵抗 连忙交代出泰特的下落 在疯子山脚下的萌大麻自由民兵营地 随后他恳求凯西放自己一马 凯西从不相信鳄鱼的眼泪 他抬枪干净利落地杀死对方 随后转头朝着正对卫生间的墙壁连开竖枪 再把枪放在贝克老弟手旁 伪造拒捕的假象 另一边 唐尼拦下贝克大哥马尔科姆的车 强行搜查后备箱 马尔科姆丝毫不慌 因为泰特并不在他的车里 但唐尼的举动让他明白 警局的人已经不站在他们这边了 他立刻打电话通知弟弟 让他尽快逃走 但为时已晚 凯西已经通过逮捕令顺利进入庄园 老达顿通过凯西得到孙子泰特的下落后 将一封信交给了女儿贝斯 里面是他早就想做的一件事 雷普为农场出生入死多年 老达顿已经将他当作儿子来看待 他让贝斯修改农场的信托 将雷普耐入继承人 并为他建造了专属木屋 这意味着雷普正式成为达顿家族的一员 看着眼前的一切 雷普激动落泪 以往他不求回报地为农场付出 没想到这些都被老达顿看在眼里 记在心中 是为知己者死 达顿家族要到疯子山羽那里的民兵作战 雷普决定身先士卒 率先冲进营地吸引火力观察敌情 这同时也是老达顿的意思 他抱有一些私心 不希望凯西冒险 临行前 老达顿与雷普互诉忠常 雷普端起枪坐在马背上 举头望月 随后他单枪匹马杀入 营地内亮起了火光 这些便是民兵的埋伏点 凯西立刻带着畜牧协会警队和印第安外员 将火力点逐一清除 老达顿紧随其后带人从右侧包巢 迅速占领整个营地 然而营地中并没有泰特的身影 这让凯西十分焦急 营地外 老达顿意外看到正在逃跑的马尔科姆 他一枪将其放倒 追问孙子泰特的下落 马尔科姆倒在地上痛苦挣扎 他自敢时日无多 说泰特已被他转移到白龟市里 一个叫卡特的人手中 在这场对决中 贝克兄弟输得很彻底 唐尼和凯西带队前往白龟市 突袭卡特的小屋 索性泰特没有受到伤害 得到消息的达顿家人们终于能安心了 农场里的一切转危为安 老达顿感慨落泪 黄石第二季至此结束